江南大叔到槟城演出骑马舞 可是惹起非议 本台在报道首相当天2月11号 参加槟城团败的新闻后 引起网民热烈讨论 甚至有网民指 华语新闻擅自篡改 民众回应首相问题的内容 这项指责对华语新闻是不公平的 本台在此声明 我们没有篡改内容 当天所播放的新闻片段 也没有通过间接修改 但是今天在网上TV2华语新闻 却被网民狂轰篡改新闻 我们必须声明 当天所播放的画面 不曾以剪接的方式做任何篡改 为了还华语新闻一个清白 也向观众有个交代 现在我们回到当天华语新闻 所获得的 还没有配上旁白的原版现场内容 Are you ready for SAI? Are you ready for SAI? Are you ready for BN? Are you ready for BN? Are you ready for BN? 虽然本台所摄录下来的内容 和网上流传的有差异 但是我们不否定 在任何场合都有不一样的声音出现 Are you ready for SAI? Are you ready for SAI? Are you ready for SAI? Are you ready for BN? 当天新闻内容 华语新闻也没有提及民众的回应 是YES还是NO 也没有设定任何立场 也没有设定任何立场 也不忘未来借大选拜票 Are you ready for BN? Yes 无奈的是 网民下载了本台华语新闻的内容后 却擅自加上抢眼的红色YES字眼 让华语新闻百次莫辩 其实当天出席的人群 除了普罗大众 还有政治人物 我们不否定有其他的声音存在 但是再没有了解事实真相 就对华语新闻 冠上篡改新闻的罪名 对华语新闻实在有欠公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